但是我真的經常聽到一些年輕的男生 對女生有一些很奇怪的憧憬 像是女生的皮膚就應該白白嫩嫩 光滑無比 或者是女生就不應該長痘痘 皮膚要吹痰可破 哈囉大家好我是主委璇JC 如果是認識我比較久的網友 應該都知道 我的交往對象向來都是年紀比我大的 那到底是為什麼我選擇的交往對象年紀都比我大呢 我自己後來有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才發現我喜歡的並不是他們年紀比較大這件事情 而是因為他們具有某些特質 那這些特質在我跟他交往的時候 會讓我心裡比較輕鬆 所以我才會不由自主的去選擇了他們 那以下我所說的這些 其實不一定要年紀比我大的男生才能辦到 也就是說如果同樣擁有這些特質 就算年紀跟我差不多 我相信其實他也能做到這些的 第一個就是不會跟我爭論那些無謂的小事 大家應該知道每個年紀在意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像是你青春期的時候最在意的是外表 你上高中大學的時候最在意的是朋友怎麼看你 所以跟年紀相仿的人難免會有更多的摩擦 因為你們常常會在一個點上面爭論不休 你認為那個沒什麼但是對他來說卻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像是我自己是一個不喜歡傳訊息的人 因為我覺得比起傳訊息 我們當面見面的相處更重要嘛 但是跟我年紀相仿的男生就不一定這麼想了 很可能會認為我不常傳訊息是因為不夠在乎他 不過如果我的對象是年紀比我大的話 他就相對的比較不會在傳訊息上面這件事情跟我爭吵 因為對他來說這可能沒有什麼 最重要的是在這種小事上面 年紀大的男生通常不會想要花太多的時間去爭論 因為其實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需要他去操心 所以他不想要在這件事情上面花太多的時間 那第二個是年紀大的男生比較不會對女生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像是女生放的屁都是香的 或者是女生的大號都是彩虹 當然我說的這些例子都是開玩笑的 但是我真的經常聽到一些年輕的男生 對女生有一些很奇怪的憧憬 像是女生的皮膚就應該白白嫩嫩 光滑無比 或者是女生就不應該長痘痘 皮膚要吹彈可破 我不否認的確是有那樣的仙女存在 可是其實多數的女生要去維持那樣子的形象 是得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的 所以如果男生覺得女生那樣子漂漂亮亮的形象 是理所當然的話 會讓我覺得壓力超大 因為我不是那種不用任何努力 就天生立直的美女 我光感上一般人的水平 就花了很多很多的付出跟努力了 所以如果他對女生抱持著那樣的幻想的話 會讓我覺得 哇萬一某一天我在他面前露出了我不好看的樣子 那是不是他就會對我幻滅呢 可是年紀大的男生 比較不會對女生有這樣子的幻想 因為他們也多活了好幾年嘛 看過的女生也比年輕的男生多 他們早就知道 女生其實也跟男生一樣 不是走路都帶著粉紅色泡泡的 第三個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男生比較懂得謙虛 不得不說啦 年輕男生一開始體驗到自己有成就的時候 就會忍不住想要向周圍去展示自己有多厲害 例如跟大家有意無意的說自己買了車 說自己交了一個年紀很小的女朋友 或者是會藉由一些精品來彰顯自己的價值 其實這樣的行為並沒有什麼不對 只是如果今天作為戀愛對象 會讓我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如果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想要這樣子去炫耀自己 那他很可能也會將自己的交往對象 視為一個可以炫耀的物品 那我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夠不夠格 成為一個讓你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的女朋友 而且我也會覺得 今天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了 是不是真的出自喜歡我這個人 那如果今天你拒絕我了 又會不會是你認為我配不上你呢 那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看過的人也就比較多了 他知道社會上還有很多比他厲害的人 所以那種自我膨脹的衝動 就不會像年輕的男生來得那麼高 畢竟他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該炫耀的 該膨脹的 該做的蠢事 他已經全部都做過了 所以今天比起能不能炫耀 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 那跟這樣子的人在一起 我才會覺得比較踏實 第四個就是 年紀大的男生 比較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 我覺得這個在感情中超級重要的 有時候吵架 其實只要一方能夠保持沉默 那那個爭吵其實就會很快結束了 可是如果兩方都一直想要講出自己的觀點 一直想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那這場爭論就會沒完沒了 吵架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一來一往的嘛 如果今天對方都不跟你吵了 那這個架你根本就無法吵下去 但如果今天是年紀比較小的男生 可能就會厭不下那口氣 覺得他自己很委屈 必須要說出來才可以 可是當他說出了那些話的時候 又讓我越來越火大 我也會忍不住回嘴 結果就這樣子一來一回的 變成不可收拾的大潮 比較年輕的時候真的會覺得 那句話不說出來我心裡不舒服 可是我現在年紀比較大以後 就會覺得那樣的事情 似乎沒有去說的必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以前你會拼死去吵 去解釋的那些點 但在幾年過去以後 你卻覺得 這件事對我來說反而沒那麼重要了 也許你被人誤會了 以前你會想要去解釋 讓每個人都去相信你 但是現在你就覺得 誤會就誤會啊 我不會少一塊肉 而且我跟那個人也不熟 不管他想什麼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在兩個人相處的時候 年紀大的那一方 通常會比年紀小的那一方 來得更包容更體諒 就算他知道自己沒有錯 他也不會硬想要跟我爭一個對錯 其實吵到這種東西 大家也知道 不一定都是我對 也不一定都是我錯嘛 但就算我知道自己錯了 可是當下 如果對方一直在跟我吵 我也會拉不下臉去道歉 那種感覺很像是 對方說我錯了 我就硬是要證明自己沒有錯一樣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 對方不打算跟我吵 我反而會覺得不好意思 覺得很愧疚 覺得我應該要去檢討自己 不應該那麼的霸道不講理 這樣子反而會讓這個架吵不起來 以上就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 跟年紀大的男生交往 當然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定的 也有很多人是年紀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小 但卻能做到剛剛我所說的那些的 不過的確大體來說 年紀大的男生 更有辦法做到我剛剛所說的那些 雖然說年輕的男生 在經濟實力方面 還沒有辦法馬上趕上她們 可是在性格方面呢 你可以試著朝這些方向去努力 因為說不定只要一點小小的改變 就能讓你喜歡的女生 覺得你這個人變得更成熟更穩重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訂閱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我是朱瑋萱Jesse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